嘿!又來到我小草女的佩生studio 我們又見面啦 今次我們就講講我們香港運動界的兩大小一 就是張家朗和何思培 我這個頻道主要就是講一下 一些吹水片 一邊設計一邊吹水 一些AI和photoshop 希望大家看完影片 都可以給我一個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那不說了什麼 我們馬上回來講一下運動界的小一 首先我們當然是講一下最新消息 就是張家朗拿了這個世界杯法國巴黎的頓劍冠軍 很厲害!超級厲害! 接著就看資料 01就說 張家朗的目前排名應該是第四 不算這次比賽 如果過了這次比賽 因為這次擊敗了這個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劍手 科高利 就應該可以收窄了這個 雙方排名積分的差距 那裡就說 排名在這個站之後 即是這個法國巴黎站之後 應該他的排名可以晉升到第二 那他也很開心地說 很開心啊 世界第一的機會又大了一步 即是有做世一的機會更大了 那也很感謝呢 半夜三間還看他比賽的大家 哪一個半夜三間有看他比賽的 就多謝哪一個了 其實呢 他在我心目中已經是世一的了 因為真的實在太厲害了 還要在這個香港 即是十年難得一見 拿一次金牌的地方 還要是一個 你知道 即是那些資源有多缺乏 這樣也可以讓他闖出一片田 真是不得了 我覺得 所以呢 雖然 那當然啦 有個目標可以繼續追 繼續進步 那我也是十分支持的 非常支持 那些有夢想 很堅持 很努力的人 那我亦都上網找個資料 了解一下我們這個 這麼出色的運動員 那原來呢 其實他本身呢 就出於這個籃球世家的 父母呢 都曾經是籃球員來的 那他十五歲的時候呢 即使他還沒製生成員港隊的時候呢 他爸爸呢 已經是自費地 讓他跟隨這個師兄 參加這些世界盃的比賽 那原來呢 他中四的時候 已經偽然退學了 轉了為一個全職運動員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呢 是很大膽的 還有他 或是真的很想 很想成為一個運動員 才可以中四的時候 退學去做運動員 很大膽啊 就是我都覺得他父母都很開明 肯這樣給他做 那之後呢 他都很不負眾望 你看到現在是 那他就2014年呢 亞洲青年錦標賽呢 他已經狂鬧死金了 跟著濟身港隊 2015年呢 第二次出戰呢 就在亞洲賽 奪得個人賽的貴軍 2017年呢 頓劍呢 就為了這個團隊 奪得史上首次的 洗青菜 青年組的冠軍 再來的就是 東京奧運 之後再 今次的 世界盃 佛國巴黎站 都是奪得一個很好的成績 所以是 這些就是叫優秀 那之後那個呢 我一直看他的資料呢 就是一直覺得 簡直人生勝利了 那個是誰呢 就是去河思培 他拿的獎呢 破的紀錄呢 真是 很長喔 其實我都 真的看不完這麼多 那到河思培啦 河思培呢 他爸爸就是愛爾蘭人 媽媽就是香港人 其實原來他還有一個姐姐 那他六個月大的時候 就開始 這個熟集水星 那裡說啦 四歲呢 就已經去參加南華的游泳班 六歲就開始接受泳隊的訓練 那在2008年開始呢 就不停打破這個世界大會紀錄 2011年呢 在短詞錦標賽 用了4分43秒49呢 再次創新了香港這個界值 那之後呢 就升讀中六的時候呢 他就表示呢 想著重於這個學業 所以暫別了這個泳壇的 減少了練習時間 那之後呢 他就全面考完試之後呢 他就全面復出啦 那他的成績呢 也是非常好的 那他這個通識已經是五星星啦 英文五星啦 數學五啦 回計五啦 中文四啦 好啦 不用說那麼多啦 總之就是厲害啦 那復出了之後呢 然後他之後再出戰這個里約奧運啦 2017年啦 世界游泳錦邊賽啊 世界大學運動會啊 那但是呢 同年呢 都是因為有傷的緣故 所以出現 即是出席不到這個亞運的 但是呢 在2017年呢 他有很好的表現 所以呢 獲得香港 游泳教練會 香港最佳游泳員的獎項 更加在三星那裡呢 就有2017年度 香港結出運動員的選舉裡面呢 當中首次當選為香港結出運動員 那他這些呢 其實都有幾個獎項的等等啦 我免得說那麼多啦 那休約完大半年之後呢 他又再復出再闖高峰 在英國十大聯盟賽那裡 以隊長的身份 讀取五金兩銀 之後呢 就在這個東京奧運啦 其實他就是第一個拿到這個東京奧運的入場券的香港榮手來的 之後 他在東京奧運那裡有兩銀的佳積啦 最近一點 在2021年短辭有榮錦標賽 他以1分50秒31的成績 打破了這個世界紀錄 真的 我一直看啦 就是有更多的 我這裡只是說了部分 然後他還會彈琴 成績又好啦 個人又漂亮啦 然後 還要是 拿世界冠軍啦 其實 還有什麼缺呢 又有錢啦 其實我真的覺得沒什麼缺了 他的人生 那講完這兩個運動界的細一啦 那你又喜歡哪個多些呢 那如果我選擇的話 當然兩個都要啦 兩個都是為香港燈光的嘛 兩個都是一個這麼出色的運動員 所以呢 我覺得 香港人是真的要 好好支持香港運動員 就是大家是團結一心 哈哈 這個詞語很漂亮啊 那所以呢 對了 我們兩個都好好支持啦 繼續為他們打氣啦 那希望呢 何思佩可以 就是越猶越勇啦 可以再打破自己的世界紀錄啦 張家朗也是向他的夢想出發 打敗這個世界排名第一的選手 好 真是真真正正成為他心目中的細一啦 這次的影片就講到這裡啦 大家記得CLS我啦 如果覺得都OK的話 或者可以看一下我其他的影片啦 因為 雖然呢 我其實說話的影片 現在暫時都還沒有很多 即是大部分都是講Call 所以 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呢 我會不停出不同的影片啦 即是說話的題目都會不同的 不會專門做一種的 我有興趣我就會講的啦 那另外呢 就是 多多支持我的Photoshop和AI片啦 因為 真的 看那個點擊錄真的差很遠 我都會繼續努力的 好啦 希望大家subscribe我 like我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